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我是兰花姐姐 旧事已过,一切都要被更新了 天桥教会是属天的祭司 天桥教会要将人从此岸带到彼岸 从黑暗的国度带入圣洁光明的国度 由罪人变为义人 将我们从属世的人变为属灵的人 我们也是红桥传道会 彩虹是上帝恩典的记号 在这混浊、悖逆、犹如洪水的时代 我们要顺服神的吩咐 坚守我们清洁的心 当我们看见天边的那一道彩虹 我们就充满着感恩 就知道上帝 他那永恒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 他要我们从世界出来 带着上帝的爱与权柄 在进入这个世界 成为世人的帮助 我们期待 我们盼望 台南市将因众弟兄姐妹们 同心合一的祷告 用最单纯的心 赞美和敬拜 向这个世界发声 愿所有的艺术都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商界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教会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媒体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教育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家庭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政府部门 机构 官员 都来荣耀神 愿台南市福音化 愿所有的城市都福音化 愿这世上所有的行业都福音化 愿神复活的大能 带领我们迎向新的生命 愿我们的灵魂体都属护神 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们 都身体健壮 灵魂兴盛 家庭富足 事与我们的灵魂兴盛 愿我们都成为城市的精英 愿我们都成为城市的祝福 使人 因我们耳蒙福 愿更多的祷告 涌进来 我们千人 万人的祷告 万人的祷告与赞美 围绕在神 施恩的宝座前 愿他垂听我们的祷告 连续我们 恩待我们 带领我们 翻转这个城市 让黑暗的势力都离开 让圣洁大能的光 照遍全地 愿他赦罪的恩典 不再纪念我们的过错 愿他复活的大能 恩待我们 直到千代万代 谢谢耶稣 谢谢爱我们的天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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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祝你 何환 祂是我无情 我无疼过一颗 一吹草风 让我驾去 祂九万千水滴 祂我灵魂清晴晃 祂我驾去的路 我随驾过是阴山寂寞 勉驾是望向往 虽如未生便驾在海 因为我祝同在 既既的孤寂寞 鼓声无悲 因我爱安慰孤寂 我爱安慰孤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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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殿祖悲 彼甘归我 道今今世无双 我悲以往 怀道无安逐 地雅虎 彼夺 彼夺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音乐以及神的话语的关系 在大魏王统治的时期 音乐与神话语的组合 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领域 大魏王非常喜爱音乐 他身为一个有才艺的音乐家 他鼓励以及推展 在敬拜中运用乐器 他组成了乐队以及诗班 他吩咐灵长将调子 配在他所写的诗篇上 诗篇就是神的话配上音乐唱出来的 因此不单是读出来 传讲出来或清唱出来 他还有旋律配上去 音乐使神的话能够更生动地表达出来 配上调子的经文使人更容易记住 大家应该有同样的经历 也就是如果你在背诵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 可是当他变成一首诗歌的时候 好像就很自然的 就可以把圣经节牢牢地记住了 我们来回想一下 有多少诗歌 从你年轻的时代 就牢牢地记在脑子里的 大部分很多的圣经句 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记起来 而且很自然地就可以唱出来 其声唱诗可以使敬拜者合一 并使神的话被一致地宣告出来 当神的话配上调子 而且结合于圣灵 以及透过一般真诚的敬拜者 唱出来的时候 莫大的能力 生命 以及恩膏 也就跟着被释放出来了 再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新的名字 新的名字 常常代表着新的使命 以及新的侍奉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62章2节 你必得新名的称呼 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创世纪17章5节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创世纪35章10节 且对他说 你的名原是雅各 从今以后不要再做雅各 而要叫以色列 约翰福音一章42节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新的名字 你有没有改过名字 我发现圣经里面 有很多属灵的前辈 他们都有新的名字 有一天呢 我们公司因为出国 就要取英文名字 第一次出国 到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就要取英文名字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一个英文的名字 那我的一个同学呢 也就是以前我们青少年时代的会长 青少年团契的会长 他蛮了解我的 他就帮我取了一个名字 叫Lydia 那我们知道Lydia Lydia呢 她是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 她用她的商业行为 她的工作 她去卖紫色的布 可是她所得的利润呢 就来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 我想我的同学应该是蛮了解我的 他知道我是在商场上 职场上工作的人 所以她勉励我 用我所得到的收入呢 来支持福音事工 我觉得名字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名字几乎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名字 它几乎就会引导你的方向 所以我也一直勉励我自己 用我工作上所得的利润 所赚的钱 来支持种种的福音事工 从我支持牧者 神学生 到最后支持我自己 所有在教会的福事 都是在工作上所得的收入来支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 真的是很切合我 也许就因为取了这个名字就变成我的方向吧 那我又把李迪亚这个名字 Lidia呢 有一个新的说法 叫李迪亚 就是Lidia翻译啊 利亚就是真理 迪呢 就勉励我 有吹奏迪子 像大卫这样吹迪子 来赞美神 亚呢 我希望过的是一个很优雅的生命 所以Lidia呢 李迪亚也是说得通的 那非常多的事工 其实都需要钱 那我就会勉励我自己 像我的名字一样 去赚钱来支持福音的事工 那事工更需要体力 时间 所以我也勉励我们每一个人 凡是服事的人 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也要能够 数算时间 有体力 有金钱 有时间 好好的来服事神 服事 他所要的国度 所以不知道 你有没有一个新的名字呢 新的名字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新的使命 新的方向 很多人现在都在改名字 取名字 愿你所改的名字 所取的名字 可以成为一个 侍奉的方向 也成为 新的使命 让我们每一次 别人叫我们的名字 或我们写下我们名字的时候 就记得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意向 以及我们的侍奉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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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